現在拜登這兩三年在座的 一般會說是小多邊 我們看到一個是美日海 這是美日飛 還有Quad 還有這個AUKUS AUKUS還要加上日本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 他很靈活的利用 當然不言而喻的對象 就是要把我們翻中國大陸的崛起 對 這個是很清楚 那所以這一次的峰會 其實拜登政府 其實他是精心的設計 給出岸田領子的面子 這一次這個拜登政府 把所有的接待的位階 提到最高 所謂的河嵐 而且他央央灑灑 70幾頁的聯合聲明 大概幾十項的合作內容 從外太空到AI到軍事 到這個南海 到供應鏈到產業鏈 什麼都有 那其實這個是岸田想要的 同時當然也是拜登政府想要的 沒有抱很樂觀的這個期待 因為從這一次馬總統去 我們看目前 當然現在才是蔡英文政府 但是仔細看看 從外交部跟陸委會的一個回應 基本上他不是要不要接球 而是把這球踢得蠻遠的 踢得蠻遠的 對 你看外交部怎麼說 他說台灣人民不關心 沒有辦法代表台灣主流民意的 任何論述或主張 第一個是這跟外交部什麼關係 要怎麼談也是陸委會發言 比較合理嘛 那你外交部第二個是 什麼叫做台灣主流民意呢 我覺得在台灣有蠻大比例的民眾 其實基本上是希望兩岸和平和緩 那馬總統這次去 難道不是帶著這樣的一個初衷 跟這樣的一個努力而去的嗎 那什麼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呢 我覺得這個外交部的回應 基本上就已經讓大家 有點心冷的半解 雖然這還不能代表 在吳爾林之後賴清德總統 他的新的一個論述或是演講內容 但我的確從選後到現在 我看不太出來賴清德陣營 或是他旁邊重要的親信或人士 有任何的一些言語 感覺上會緩解 或是有一些路線的條件 這種蛛絲馬跡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是完全看不出來 那我覺得重點是馬總統 他還是一個雖然是平民身份 但他是畢竟是過去是國家領導者 國民黨的黨主席 那這次去他 我覺得他是有他的使命感 很明顯 那尤其是這幾年 我們知道兩岸的狀況 出現很重大的變化 對不對 曾幾何時大家會說要B站 要和平 過去不需要提這些東西 那現在既然有馬總統願意做 至少是安全法 踩剎車 我覺得代表說民進黨 如果沒有人做 那至少我們前國家元首 前總統願意去做 你就基本上你可以不講話 你可以做仔細的研判 譬如說習近平 當習近平拋出說中華民族 這樣的講法的時候 你可以做你一個內部的研判 要不要反映到你的 就職言說的裡面 但是你不應該急著說 酸言酸語 或是冷言冷語 或是一些好像無助於大局的講話 那這一點其實讓大家 我覺得是有點小失望 就是我們很難切割說 蔡英文政府目前陸委會跟外交部 還是屬於蔡總統任內 但很難想像說賴清德跟蔡英文之間 沒有任何的一些默契 這樣的回應 我相信基本上就已經反映出 未來賴清德政府的回應的主軸 我是會這樣看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覺得 沒有太樂觀原因 所以馬總統所講的中華民族 中華文化年輕人交流 這一點跟習有一些共同之處 我覺得這點在台灣來講 剛看很多年輕人受訪的反應 也不要忘記 其實也是很多年輕人在想的事情 賴清德的整體內閣的布局 我覺得還是用人為親 第二個是有一些派系的考量 那是在整體的內閣 副隔壁跟部長 國安團隊其實我們比較關心的 但是大的方針應該都是定的 第一個是吳釗燮 吳釗燮其實在蔡英文總統任內 大概什麼位置都坐過 大概是八年大風吹 國安會外長 總統府秘書長 更不用說他在早期 在陳水扁總統時期 就做過駐美代表 那我對他印象最深大概是兩件事 第一個是他也是很強勢 非常戰狼 非常非常戰狼或強勢 而且我們應該還有印象 在過去兩三年當中 尤其在俄國戰爭八八之後 他常常上國際媒體 常在講說什麼時候台灣會危險 他甚至曾經講過說 他認為二零二七年 最有可能中共犯臺 我們大家印象都很深 可是有沒有發現到去年總統 選舉的最後階段的時候 變成說國民黨主張 戰與何的選擇 變成民進黨指的是認知作戰 那到底你的官員的講話 你的判斷到底是真是假 就是唯一你所用的時候 你就說兩岸好危險 要幫助台灣 我們不能淪為第二個烏克蘭 但到對選舉可能有 不良影響的時候 馬上改口 所以這是我對於吳釗燮 這個第一個印象 第二個印象就是他雖然是外交部部長 但他的發言常常有時候會跨越到別的領域 比如說應該是國防部的發言 比如說台海中線 比如說ADIZ 第一時間站出來聲討 那基本上不是國防部 而是外交部長吳釗燮 這是蠻奇怪的 而且這個領域到底誰比較專業呢 大家很簡單 用膝蓋想都知道 當然是國防部 最重要的情資掌握跟研判 應該是國防部 可是吳釗燮 有時候第一時間就衝出去了 這是我對他的印象 但是我很同意剛才大使所說 未來他在賴清德政府裡面 還是很關鍵 那顧立雄顧立雄也是大家都說他是史上 我們中華民國第七任這個文人部長 但這裡面還是有差別 因為我們軍政軍令這個議員化是二零零二年 大概二十年前才開始 那所以說目前真正的文人部長裡面 我們把陳里安 孫政 蔡明憲跟楊彥祖 這幾位因為有的時間很短 顧立雄應該是第一位 比較會有實權的這個文人的部長 我覺得這是應該是如此 如果他是有實權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他的立場 再加上賴清德獨獨之下 恐怕對於兩岸的關係 兩岸未來發展是不利的 我覺得光把他放上去 就是個政治訊號 就是兩岸不會太平穩 那他的他的 我覺得他爭議性比較大 而且政黨色彩 我覺得還算是鮮明的 從金管會到黨產會 我對黨產會任內的他一些主張 當然大家印象都非常深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記得在二零二零二零年底的時候 當時他已經是國安會秘書長 可是他在出席黨產會的系列活動 研討會的時候 他的講話 其實我覺得都都撈過界了 他講到黨國議題 這個不當黨產 還講到黨產規定 還呼籲當時的國民黨說 要有捨才有得 你如果今天是黨產會主委就算了 可是那時候已經轉進到國安會秘書長 這樣的言論其實你都是出格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不應該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用這個顧力雄 到底後面是不是有美國的因素 或是說賴清德在接受蔡英文的推薦而用 但是這個顧力雄這個人物 我覺得他擔任國防部長之後 其實挑戰才開始 你要推動政策 到底說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你要推動國防改革 但當立法院裡面看到顧力雄 就是你就是一個顧力雄 你先不要講你的政策方案是什麼 你就本人就很有爭議心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真通人和 大家還是鎖定你的 你的一些過去的爭議 一些很強勢的風格的時候 或者很鮮明的政黨色彩 那要怎麼推動你的國防政策呢 所以我覺得很關鍵 那至於林佳龍我覺得很吊詭 就是說就像剛剛大使所講 外交部長就不是一個 你很想要的位置 那剛剛介老師所講的 聽起來好像是林佳龍是個犧牲打 他可能將來上任之後 沒多久可能就要下來了 那可能賴清德又因為派系的考量 政國會還是得把這政國會搭了 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那很好玩 代表說這麼重要 對我們來說 雖然我們外交處境很艱難 但外交部長畢竟是國安體系裡面很重要的位置 那你的考量都是以派系要不要 而不是以這個人是不是視財視所 那我覺得也不應該是個常態 我很難想像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外交部長考慮的是這些因素 這個是民進黨的這個政治生態 對臺灣對國家我覺得都不是好事情 這是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過去老實說 美國很重視他條約盟國是一對一的雙邊的 美日 美非 美韓 美澳 美國跟泰國等等 但現在拜登這兩三年在座的 一般會說是小多邊 我們看到一個是美日韓 這是美日非 還有Quad 還有這個AUKUS AUKUS還要加上日本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他很靈活的利用 當然不言而言對象 就是要防範中國大陸的崛起 對這個是很清楚 那所以這一次的峰會 其實拜登政府 其實他是精心的設計 給足岸田 李子跟面子 去年的這個時候是誰 在這個舞台上 是漢國總統 尹錫悦 那今年換誰 今年換岸田文雄 幾乎是一樣的待遇 一樣的行程 白天在白宮峰會 然後晚上國宴 第二天參眾兩宴聯席會議主席 一個演說 然後去年是文在寅 這個去年是這個 這個尹錫悦是用很漂亮的英文來演說 這次岸田是準備非常豐富 那還有其他的行程 這些都是國賓級的一個對待 完全是國事會議最高最高的升級 因為這不是岸田第一次去 去年一月他去過了美國 但是他屬於G7行程中的一站而已 是工作層級 但是這一次按這個拜登政府 把所有的接待的位階 提到最高 所謂何來 而且他洋洋灑灑70幾頁的聯合聲明 大概幾十項的合作內容 從外太空到AI到軍事到南海 到供應鏈到產業鏈什麼都有 那其實這個是岸田想要的 同時當然也是拜登政府想要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並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CTI-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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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798